《凡人游戏》 但是今天这位男嘉宾确实让我非常非常意外 我以为他是不会再来了 因为当时在那期节目里边 他表现的是特别的内向 不善言谈 也不愿意去表露自己 我以为他肯定是不会再来凡人游戏再次相亲的 没有想到今天他不仅自己来了 同时还带来了他的亲友团 他也跟我讲他有一个变化 那到底他的变化在哪里 现在的情况又如何了呢 我们先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 我叫吴富川 今年34岁 身高175 目前在微业公司上班 约数是4000多 本期交友男嘉宾姓名吴富川 年龄34岁 身高175 职业保安 收入4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有住房 男嘉宾几个月前参加过一次凡人游戏 因为幼年父亲离世 导致了他个性内向不善言辞 但渴望爱情的他 还是鼓起勇气来到凡人游戏寻找爱情 我们为他介绍了一位和他性格互补 开朗大方的女嘉宾 在女嘉宾的鼓励和带领下 男嘉宾也渐渐敞开心扉 虽然因为个性和收入问题 两人没有牵手成功 但对于男嘉宾来说 这次相亲也是一次成长之旅 那经过上次相亲之后 男嘉宾到底有哪些变化呢 经过了上次的相亲 对我还是有积极的影响 今天的相亲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 来 欢迎男嘉宾 还有亲友团 两位好 你好 来 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吴福川 来 站近一点点 外面晒着太阳会非常热 我跟朋友 朋友 两位那声音都这么小 今天还是从江津过来的吗 从江津双府过来的 辛苦了 确实今天重庆的温度也是40了 特别热 我今天第一眼看到你觉得 这个颜色特别的亮丽 但这件衣服都看着有点眼熟 就是上次女嘉宾送的衣服 你要是这边有个镜子的话 你都会被自己睡到的 我告诉你 所以你会觉得这种衣服 这种风格很适合你 你要尝试不同的风格 然后让自己的内心 世界会丰富起来 然后就充满色彩 为什么会穿上一期 女嘉宾送的衣服来 向今天的亲 是编导教我穿的 编导教你穿的 编导教他穿的吗 编导教他穿亮色 我们编导是让你穿亮色一点的衣服 这样我先来问问旁边的这亲友团 今天很意外 上次都是自己单枪匹马 今天还带了一个朋友来 是怕自己搞不定吗 对的 主要的是有一点内向 然后有一点紧张 然后带我来 他感觉到心里没那么紧张 有后背力量 对啊 所以今天应该是做好准备的 做好准备的 现在今天我的尽量性格放开朗一些 沟通一点 第一次相亲没有成功 想再试一下 是想要成家了这个事 迫使你来的吗 对 今天我妈她过世 所以你今天来相亲 是想给她相亲成功之后 给她一个很大的生日礼物 对对 妈妈知道你今天来相亲吗 妈妈不知道 那你今天应该把妈妈带过来 妈妈她在重庆春云那边上班 餐馆上班 她们没有休息 有时候有事才可以请两天假 我们不管我们最后相亲成不成功 我建议你现在通过我们的镜头 给妈妈送上生日的祝福好不好 妈妈生日快乐 然后多说一点内心的独白 对妈妈真实的一个情感 妈妈平常上班都辛苦了 一天每天都在上班 基本上几个月才休息 请假休息两天 妈妈我爱你 很勇敢 一般对着父母说我爱你 这三个字 有很多人都不敢开口的 性格要尽量放开朗一点 好 好沟通一点 希望今天相亲成功 就是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是的 很难得你能就是今天跟我交流这么多 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走出了第一步了 两个人一起来个很有气势的 给自己加油的那个劲儿 加油 这个劲儿绷住了好不好 就这样的气势好吗 虽然话不算多 但还是可以感觉到男嘉宾在努力放开自我 再次来到凡人游戏 他仍然维持着之前的择偶要求 我的领导的要求是28岁到33岁之间 他有工作约收入3000多到4000多左右 身高都是1米55到1米75 我的性格比较内向 我希望对方性格比较开朗 比较好交流一些 好沟通一些 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1.28到33岁之间 身高155到175之间 收入3到4000元 2.个性开朗好沟通 在为男嘉宾匹配女嘉宾的时候 编导再次遇到了和上次差不多的难题 我个人觉得男嘉宾工作是包括 没啥是发生前途的 然后他本身也没啥是接人的 然后我觉得找一个男嘉宾 以后肯定要有技术 然后之后生活也有暴涨那些 男嘉宾他是在将军 但是我是在组织里面工作的 我觉得我的工作也比较好 比较稳定 我不是想去将军那边给 男嘉宾的房子在增上啊 但是我还是想找一个 就在编导一筹莫展之际 终于联系上了一位不介意男嘉宾目前的工作和个性的女嘉宾 让我们赶紧去认评计则 我来自辅导一位不介意男嘉宾 我来自辽宁大连我来重庆已经有半年多了 我来这里已经有半年多了 我很喜欢重庆这个网红城市 很喜欢这里的特色风景美食 我很向往这种生活 这里的年轻人也很多 然后我觉得这里的东西都非常的新奇 很喜欢这种大城市 我可以在这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重庆的人都非常的热情 我刚来到重庆的时候 心里觉得非常温暖 他们这的特色 小吃也有很多 红糖瓷帕 红油老火锅 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我本来以前只有110 120斤 我妈希望我长得壮一点 营养一点 然后呢我来到重庆 就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 我觉得非常和我的胃口 非常的喜欢 然后我就一直在吃他们的特色美食嘛 然后我就长到现在有170了 但是我最近打算减肥了 但是再好吃我一定要金主诱惑 我觉得重庆的男人说话很温柔 然后性格很细腻 我比较喜欢重庆人的这种性格 所以我想在重庆本地 找个男朋友一起生活 女嘉宾被重庆的美食风景深深吸引 那什么样的重庆男生 可以吸引到他的注意力呢 我希望我找的男朋友嘛 年龄要在35岁以下 身高170以上就可以 然后呢性格要跟我互补一点 我属于北方人嘛 我的性格就是很大大咧咧的那种 我希望我的男朋友能细腻一点 就是能多照顾一点对方的感受 能多包容我一点 然后成熟一点这种的 但是不要那种跟我能打架的那种的 因为我们北方人的性格是很粗犷的 然后呢所以就需要一个跟我性格互补的男朋友 那么我就希望找一个能够在重庆经济独立的男朋友 最好是能跟我一起在城市有一套房子 不用跟父母一起住 然后呢一定要有上进心 因为我觉得人只要努力有梦想 在这种城市里一定会有一片立足之地的 我希望他能够跟我一样有这种年轻的梦想嘛 就是一起拼搏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年龄35岁以下 身高170以上 二 个性细腻 能够照顾包容自己 三 愿意和自己打拼 目前看来 除了年龄差距比较大以外 女嘉宾基本符合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两人匹配度80% 让我们期待一下 两人见面之后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吧 就在男嘉宾充满信心 准备和女嘉宾进行初次邂逅之际 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这会影响今天的相亲进展吗 这是我们女嘉宾发给那个编导的信息 因为本来我们约定的是11点半在这里几乎 她已经是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了 为什么迟到呢 是因为你看自己看啊 她头晕 做那个轻轨可能因为今天也天热的原因 一直头晕 现在还有两站到达我们这个地点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这是你的第一个考验 先去跟她们买瓶饮料 买点饮料 你就去准备你想好的东西 我去帮你把女嘉宾给接过来 好不好 也希望今天你能够说到做到 展现不一样的自己 争取最后 相亲成功 给妈妈最好的生日礼物 好吗 好 我们分开行动 好 来 好生意收款4元 买点水一件 买点矿泥水 它是平车的嘛 你买水又用的 那买点冷嘛 我说你问一下别人有哪个风油筋 或者是火箱整体的 是有没有的 要得 买点风油筋 没有的 以后给的是风油筋那些买没的 风油筋没有 好的 这些没的没得了 给买鱿房的 对 是想还是去给女嘉宾买点药是吧 对 对 刚才想得很细心 要不然 因为女嘉宾估计只有一战了 现在时间搞得赢吗 对 那这样你去 你给她找到药房了是吗 你在网上给她找的 是不是 朋友在网上给你找的 那你就先去买吧 我接到她就在这等你啊 嗯 好 喂老大你跑一下嘛 跑快一点嘛 太啰嗦了吧 平时她是不是也是那种磨磨叽叽的 有点 主持人还偷偷拉拉慢慢谈谈啊 有事的时候呢 比如说她要回家住你什么事 事的时候她就比较着急 家里有急事的时候 家里有急事的时候她就比较着急了 别的呢 工作上有没有 工作上就很少 工作上都没有啊 工作上除了那种要急需的 然后她稍微着急一下 其他的工作 慢性子啊 慢性子 那觉得像她这种什么类型的女孩 适合她一点 我觉得还是稍微找一个 比她性子稍微急一点点的 然后改变一下她 在亲友团的建议下 男嘉宾为女嘉宾准备好了缓解头晕的药 那她的细心体贴 会第一时间打动即将出现的女嘉宾吗 现在呢我们即将跟女嘉宾见面了 两位也等久了 此刻的心情如何 此刻的心情很高兴 没感觉你那个高兴劲啊 有点紧张 反倒是要见面了更紧张了 我还以为你已经晃着过来了 你看女嘉宾马上就要来到现场了 而且她现在的状况你们也知道 就是头有点晕晕的 整个身体也不是很舒服 一会儿见面先干什么 先见面先打招呼 先跟女嘉宾说 先大胆地自我介绍 大胆地自我介绍 像我的情况也要问一下 好 很高兴的这是她 然后呢 就是她坐车头晕 你跟她说 她要牢口了 朋友她要牢口了 来你说 比如说看到那个女嘉宾感觉到腿也有点晕对吧 你先给她打个招呼 然后问她一下要不要扶她 就是可以把她扶着 这样就好了嘛 对 顺便把这个药给她喝了 你看朋友也治了招了啊 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知道了 来女嘉宾已经来了 就是穿红衣服的这个女孩 感觉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哦 现在 妹妹这边 来这边来 辛苦了辛苦了 现在身体状况好些没 好点了 刚才在地铁上有点头晕 头晕啊 就是觉得天气热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 我平常就是坐车会有点晕车 晕车 对 现在舒缓点了 这样 如果男嘉宾把自己介绍得好 你就把口罩取下来 让他看看庐山真面目 行不行 好 来 靠你了 靠你自己了 你好 我叫吴富川 重庆江京人 今年34岁 88年的 在物业公司上班 月收入4千多 然后呢 今天听说你头晕 给你买了风油精 还有这个获奖资金也 谢谢 贴心吧 谢谢 男嘉宾做了这么非常贴心的一个举动 你要不要把这个口罩拿下来 好的 我可以先帮忙拿一些 好 来 就是刚才坐车的时候嘛 就是有点非常那种轩晕的感觉 然后就觉得有点恶心 想呕住 我每一次坐车坐长都会有这种感觉 是吧 就是有感觉秀闷 现在想喝点水吗 可以给他打开 贴心一点 再贴心一点 来 谢谢 对对 先缓一缓喝点水 咱们降降温 好 男嘉宾又给我买水 然后又给我买风油精 还让我喝那个 就是能 对我好的那种 霍香蒸汽水嘛 然后我就心里感觉 挺暖的嘛 然后呢 我觉得男嘉宾这个人比较贴心 比较细心 我对男嘉宾的印象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干干净净的 就是很立正的一个人 然后呢 第一印象也是蛮好的 如果能给他打个评分的话 我的心里应该是那种 十分是满分的话 应该是九分半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 真的是很周到 很细心 我对女嘉宾的第一印象还可以的 她长相跟身高 我还是挺满意的 她是属于微胖型的 挺可爱的 如果是十分的话 我还是打八分 刚刚男嘉宾也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你要不要也跟人家说说你 我叫王美元 我今年二十五岁 我是来自刘宁大连 然后我来重庆 主要就是想找一份稳定一点的 跟我专业对口的工作 然后呢顺便再找一个靠谱的男朋友 从大连跑到重庆来 小安家在这边 对 天啊 父母同意吗 这个事 对 你同意的 对 因为我妈也比较喜欢重庆这边的热闹 是吗 对 那以后全家都要过来 所以你看今天女孩子是体了心的想要留在重庆来相亲的 好 那么就看看两个人今天这个缘分到底如何了 来男嘉宾介绍一下你身边的朋友 这是我兄弟活 他也是重庆将近四面山的 他33岁 比我小一岁 他小孩都78岁 四个女孩 我介绍得这么详细现在 你是想透露什么样的信息 人家当爸爸这么久了 我现在还没着路 我还比他大一岁 所以你要加油 其实男嘉宾有点紧张 不要紧张 你听出来了没 对对对 听出来了很紧张 我经常常是天太热了吧 就是等我等酒了 是等了很久 今天这个缘分我们给你们提供了 到底最后会怎么样 还得靠你们自己 那接下来男嘉宾有什么安排 因为我还有一点多小吗 或者是去当个人去了 到那边去喝点饮料吗 好呀 你刚刚知道什么招 我跟他说 韩国在海边就吃个东西 或者喝个天那个东西 着急吧 看着着急吧 我都不说能干得去吗 你觉得女嘉宾怎么样 如果是我 我选可能不会 但是我不知道她的 对于我来说 年龄的关系也存在 因为好比我三十三 她大概二十五 觉得他们俩半不半配 就是从外形啊 情况啊这些来说 将就吧 只是说还好 因为主要的是 还是要看他们两个人自己吧 那接着你也帮忙 一起观察观察 我现在在一个私立的小诊所上班 然后呢 我每天就是朝九晚六 有的时候 诊所忙的时候 还会加班 然后每天就是帮着抓中药 煎药啊 你平常都做什么呀 我在物业公司上班 做保安 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下班 我觉得还可以交 工资四天多 我在诊所的时候吧 我的工资只有三千 现在因为我还没有护士证 我现在要考护士证 所以我现在是一边备考 一边工作 你们家里面是几子妹 我们家我是独生女 我们家也是只用我一个 那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呀 我爸爸三十岁他就去世了 现在只用我妈妈 那你感觉你妈撑起这个嫁也挺不容易的 我妈妈她在那个重庆翠云那里 餐馆上班 月收入四天多 她就是洗碗 跟她在餐馆里面洗碗打扎什么的 跟厨师切一下菜呀 那我觉得你应该是很早就应该出来工作了吧 差不多十七八岁就出来工作了 我觉得你的母亲真的很不容易 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然后也能就是把你教的这么独立 这么坚强 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好的男生 对然后我觉得吧 只要在这里很吃苦 好好发展的话 以后一定会有这种很安稳的日子的 我是88年的比你要大几岁 大七八岁 88年的 对 你建议比你大的还是什么 我现在比较喜欢成熟一点 不要超过十岁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吧 就是看起来说话就很自立嘛 独立 你看就是一个可以那种自己生活的人 然后呢我觉得你吧就是看起来内向 但是其实心思还是挺细腻的 然后我对你的音响挺好的 对因为我觉得你很坚强 谢谢 我就是刚开始有点有点生疏 是认识久了还是比较随意的 还是认识久了都比较就慢慢的习惯了 就会放松一点 开冷一点 对 我觉得这种男生很靠谱你知道吗 就是我很喜欢那种不是那么浮躁的人 像是之前是在农村 后来在乡镇那边有厨房 买的厨房 将近乡镇买的厨房 那你从小就会那种干活吧 对自己做饭什么的 从小都自己要学一点 那我觉得你应该比你同学的男生懂事很多 对因为从小也很坚强 从来没有那个女孩常常夸奖我 我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我外表还是比较镇定 刘嘉宾给我一个很温暖的感觉 让我变得更自信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满热的心 女嘉宾他比较活泼一点 他话题比较多还是缓解一下尴尬的范围 我觉得他就是比较过于拘谨了 然后呢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那种慢慢磨合嘛 然后呢我也可以改变他的性格嘛 他可能就是觉得腼腆嘛 我也可以一步一步就是让他变得外向一点 对让他不用那么保守 对然后我觉得我的热情和性格应该会打动他的 男嘉宾内向的个性 并没有影响女嘉宾对他的欣赏 可当面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 女嘉宾对他的好感还会一如既往吗 我的父母搬到重庆的话 会和你的母亲住在一起 那你有这种合适的房子吗 就是我觉得至少也得四十一厅那种的吧 对如果让我们的父母住在一起的话 你有这个条件能力吗 以后可以买一件吧 买一件大连的房子 方便双方父母一起去住 刚才说你的工资现在是四千起步吗 如果未来近五年的话 你的生活规划是什么样子的 还是会找工资高一点的吧 工作 工作要稳定一点 对 那你会就是转到别的行业吗 会的会的 看到其他行业好一点的工资高一点的 还是会稳定的做下去 比如说你觉得哪些职业 就是对我们的未来会有帮助一些呢 工厂啊进厂里面上班呢 稳定一点 我的话我就是先 边兼洗我的那个诊所抓药的工作 然后呢我一边备考复师 然后呢我考下证之后 我就打算去那种公立的医院上班 因为医院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环境 有保险有无险益金 然后还有稳定的工作 对生活都很有保障 有那个证书 护士真的以后工资会更高一些 对 我们考了护士之后 还有主管护士 然后呢我们最高的就是护士长 我们可以去 对去可以挑战一下这种护士长的职位嘛 然后考一点更高的职称 然后奖金会随着他的职称 升等会越来越多 我觉得最好还是一起到主城的附近工作吧 因为我觉得这里的人流量很大 每天都会来很多游客 然后也会看到很多白领啊 学生啊这种 还有不同的工作的 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 一起在这个城市拼搏奋 就是觉得很上进嘛 然后主城区 我们可以用我们之前工作的工资 先在这里租一个简洁一点的房子 然后我们可以慢慢在主城区工作 省事简用 然后呢我们慢慢攒钱 买一种那种 我们都可以住的 然后合适的这种房子 我们可以慢慢来 对 女嘉宾还是挺能干的 挺好学的 女嘉宾他是这样规划的 那你愿不愿意为了他到这里呢 我愿意组成这边工资高一些 可以愿意到这边发展 愿意赐福 赐福 耐劳 愿意找工资高一些 肢肉高一点的工作 我相信他一定会和我在主城区 然后我们俩一起慢慢奋斗 然后找到我们就是该有的样子嘛 然后我们一起 会在这个城市活得越来越好 我愿意相信他 因为我觉得这种男生 他的骨子里就很正经嘛 然后呢他是不会就是那种 就是说一些不靠谱的东西 我觉得他很现实 因为他的家庭的原因 所以导致他的性格很现实 我喜欢这种感觉 在今天男女嘉宾正式了解之前 原本我们还担心 今天的女嘉宾 会生出和上期节目女嘉宾 一样的担忧 那个男嘉宾 我整天觉得他那个性格很乖 都太内向了 整天不怎么主动跟我说话 而且我觉得他就很 整个人很压抑知道吧 包括情绪各方面 就是一点都不乐观积极那种 不想根本就给人的感觉 就不想跟我们去接触 就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 可没想到情人眼里出西施 今天的女嘉宾 对男嘉宾简直是赞不绝口 就在我们以为 两人的牵手是水到渠成的时候 女嘉宾却提出了自己的顾虑 这会影响两人接下来的相处吗 我来等你 刚刚我也听了一下 你对男嘉宾的一个初步的印象 非常好 就没有一点点就是不好的地方 一点挑剔的地方都没有 我就不知道你是因为看着镜头 或者说要上电视就说好的来听 还是内心真的这么想 我希望你也可以明明白白地跟我说 其实内心还是有一点害怕 因为这种男生就是他感觉会 不会给我带来这种安全感 有点担忧的 因为刚才你也听到了 就是男嘉宾他家里 就是从小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了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从小的性格 应该就是因为缺少这种父亲的肩膀 然后他的性格都是磨练出来的 我觉得这种人会有一点点敏感 所以我就不敢在他的面前 就是说一些怕刺激到他的话 我怕他伤心嘛 因为你看他 你顾及到他的感觉 对他是很温柔的一个人 这样子的敏感的话 你担不担心他会带到生活里面呢 对这种性格的人吧 如果在生活里也这样 我觉得就是对别人都是有那种 就是不方便你知道吗 因为他很普通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也不太与人就是擅长交流 对 其实你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对 但刚刚没有提出来 我还是希望 我觉得我的性格属于外向那种 如果我们以后在一起了 我觉得我应该会打动他吧 把他慢慢地带到外向一点 你愿意去付出这些 对 但是我愿意 但是心里还是会没有安全感 对 这也是我担心的 我希望他能更成熟一点 更稳重一点 对 能克服与人交流的这种 腼腆障碍嘛 对 跨过心里的这种 这种对自卑 不出所料 男嘉宾过于内向的性格 还是引发了女嘉宾的担忧 虽然女嘉宾也预测了 和男嘉宾在一起会遇到的困难 但她并没有轻易放弃 决定主动承担起带动男嘉宾的任务 那男嘉宾接下来的表现 会给女嘉宾一个惊喜吗 看到女嘉宾在前面吗 看到了 来 我们靠近一点点 知道她为什么背着我们吗 可能她有点害羞吧 有点害羞 我觉得女嘉宾比你大方 今天怎么可能会害羞 她那么健谈 其实刚刚你跟女嘉宾沟通完了之后 聊了一轮之后 自己感觉如何现在 女嘉宾她文化还是挺高的 大声一点我听不到 文化还是挺高的 本科 喜欢她那样的吗 喜欢吧 那你知道女嘉宾对你印象如何 女嘉宾对我印象还可以吧 还可以 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对 其实两个人彼此之间的 互相的印象都还是不错的 我相信亲友团也感觉到了 聊得很投机 但是我们女嘉宾也后来跟我坦诚了一点 目前比较担心的 就是因为你在两个人的聊天过程当中 第一不够主动 各种事情都不会很主动 全靠她去引导她去带 怕你生活上的自信不够 会影响到以后你的性格和情感上的发展 主要是担心你的性格问题 认识久了熟悉了就好爽 刚开始也陌生有点生疏 是吧 但是女嘉宾也说了 不管你的性格怎么样 她都愿意用她的热情去带动你 感谢 所以现在她站在了这个舞台上 一会儿她将用她的热情来带动和感染你 我们即刻就开始 怎么样 好的 我们也看看女嘉宾到底为你准备了什么 好不好 我也希望你一会儿可以跟着女嘉宾 一起把现场热起来 要放开一点 然后放松一点 对 放松一点 不要那么紧张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女嘉宾到底准备的是什么 我们东北有一个特色 你们知道这个二人专很出名 二人专里面有一个花手 然后我还学过那种好几年的民族舞 然后新疆舞 我觉得这些舞蹈都是很有创意 很有个性 对对对 然后我就比较擅长这个花手 对 要不要跟我一起 我来 直接就被哥们推上去了 一直这样转一下 对 我就一直这样 我们东北的那个二人专特色 他们就是花手 就是你看过二人专吧 就是拿个红手卷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转来转去 很好看的心意 我们这个东北的特色的二人专 比较热闹 然后呢 我觉得你跟我学 也能变得跟一样开朗起来 你知道吧 因为你的性格是被动的 然后你跟我一起做 然后也会变得更加开朗 更加主动 你试一下吧 虽然动作有些笨拙 但在女嘉宾的带动下 男嘉宾也在慢慢打开自己的状态 那面对女嘉宾提出的更高要求 男嘉宾能否跟上她的节奏呢 你知道那个新疆舞吗 带一点现代的感觉 然后又有那种新疆那种热情 在你电视上看到过 对对对 然后就是两个尖不要动 然后就是这样动 这样吧 然后你就用脖子 就是脖子这样动 这样这样 对对 不是这样的 你的尖就是这一块 你要保持平 然后你就脖子这样这样 左右啊 对对对 这两个尖不要动 我们老师就这样 叫我们尖就是这一块不要动 就是脖子这块动 有那种架势 对对 啊 新疆舞嘛 就非常的热情 然后呢他们一般都会露肚子打鼓这种的 我给你示范一下 当时我们我们学舞蹈的时候嘛 就是一起排舞 需要一个人站在这儿 然后我们三四个人 就一直围着他 跟着音乐响 就是做一些手势 就这样 这样 对对对 对对 就是手一定要动 一定要有节奏 这样的转来转去 比较肢体柔软 看来妹妹也是很久没有跳过舞蹈了 是不是 对对 动作有一些生疏啊 对我是小学的时候学的 对 看来这个当老师的活儿也挺难的 其实今天啊 男嘉宾呢 我还是要肯定你的 至少比之前好了 而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啊 也是在这个商场里面 虽然人不是特别多 但是还是商场下下 有一些人 是吧 此刻有没有更紧张 哎 此刻 人有点多 还是有点紧张 会有一点啊 但是站在女嘉宾身边 她给了你一些勇气的 女嘉宾带着我 我现在 现在稍微也没那么尴尬 其实我们设定这样的一个环节 也是女嘉宾 包括我们 都想看到你的改变 就如你最开始 来到现场的时候说的那样 而且你不要忘了 你今天来的最重的目的是什么 今天目的是相亲成功 对 经过有趣的互动之后 虽然男嘉宾放开的程度 远没有达到女嘉宾的理想的标准 但对于她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正式选择前 亲友团的助攻 能否为男嘉宾的相亲锦上添花呢 那平常跟人沟通的时候 都是也是这样一种 就是很闷的这种感觉嘛 给人就是一种呆呆的感觉 不是 这个不是 因为刚开始嘛 可能她是紧张啊 或者是放不开吧 如果时间长了 两三天之后 熟悉了她就不会了 刚认识可能就是那种 她可能就是有一点害怕 然后心里面比较紧张 我就是怕以后两个人 就是会有很多不愉快 只要认识时间稍微长一点点 过几天她就好了 好 我会再考虑的 亲友团尽力为男嘉宾拉票 那男嘉宾会使出怎样的招式 来争取女嘉宾呢 今天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只要你突破了自己 我相信也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对不对 对对 此刻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男嘉宾 一起来见证 到底你是不是 就是已经蜕变了那个人 好吧 来 是你让我看破生命这东西 四个字 坚持到底 哦 如果没有你 我的生活回到一片冷静 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密集 四个字 表露了自己的心声 然后呢 已经是对女嘉宾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想先从朋友做起了解一番 那么此刻大家看一下我们男嘉宾这个站姿 就跟平时工作一样是不是 一刻都没有动 现在是因为紧张的原因还是因为 是因为 站得那么笔直 有点紧张 结果就把工作中的状态都拿出来了 站得那么像这样军姿一样 那么在最后 我也想帮你再有把握一点 因为刚刚女嘉宾一直在强调 就是今天你还没有很大胆的 是不是很自信的去表达自己 最后大胆的大声的说两句吧 好不好 把自己的心声吼出来可以吗 可以可以 在这里 能不能做 可以就可以 能做 好 来 余嘉宾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希望跟你做个朋友 大声一点 就说我喜欢你这四个字 大声的 远远我喜欢你 好像是今天的最大声了 够不够 再来一点 你看我们场外观众都说这声音不够 你看我们场外观众都说这声音不够 是 是 你应该怎么做 对 对 你也怂的吗 我爱你 海龙 我爱你 海龙 一级白的 一级白的 够了 也应该是对女孩说的最大声的一句话了吧 对的 为了让我们男嘉宾彻底的把心声吐露出来 费了好大的劲 女嘉宾 是这边过关了 对吧 我觉得还行 那我们就来最后的选择 我刚才也说了 我手中为他们准备了音缘绳 男嘉宾的心思我们都知道了 来 我就把这个一端交给你 你自己签好 那么 这个音缘绳的另一端 一会儿是交给女嘉宾的 但是 选择牵手成功 女嘉宾才接过她 好不好 两个人一起把你们的音缘 就此 从此刻开始 套在桃花上 愿继续盛开 如果说 女嘉宾不愿意牵手成功 把这一端交给男嘉宾即可 好不好 我们又各自回到原点 继续再等待自己的桃花 好吗 拜拜 3 2 1 女嘉宾请选择 女嘉宾请选择 3 2 1 女嘉宾请选择 等一下 这表示牵手成功了是吧 女嘉宾 是这头想紧紧地拽住了 是不是 对 我还是觉得想尝试一下吧 想尝试一下 那这个时候 第一我想知道你内心的真实想法 还有想对男嘉宾说到什么 嗯 嗯 我希望我就是在陪她的时候 她能够更勇敢 然后做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嗯 想看到更勇敢的你 你说一下此刻 看到女嘉宾去签署的那一刻 心里什么想法 嗯 心里很开心 很高兴 嗯 我以后一定 会 更加性格要开朗一点 嗯 多去 嗯 多去 多去沟通 多去说话 嗯 多去沟通 多去说话 希望保持住今天这份热情 这份勇敢 好不好 而且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是她妈妈的生日 嗯 所以男嘉宾 从一开始到现在 心里想肉一定要牵手成功 这个信念还是对的 啊 一会可以给妈妈打去电话了 跟她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让她今天也高兴一下 好不好 我们女嘉宾也对着镜头 跟她妈妈说生日快乐什么的 来 啊 阿姨生日快乐 哈哈 好 祝贺两位牵手成功 你们就一起系上你们的这个姻缘绳 愿你们的桃花永远这样盛开 那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想来参加凡人